PPTV2011正榜出击 全程直播快乐真人秀 同家自制节目都是真人秀无法触及的死角 观众快离开人上 观众PPTV 音乐 还出现了 还出现了 不好意思啊 回去吧 小心点 他这边这边 成功破浪征服四海 不论是奇空万里 还是抛天大浪 时代不下杆 没有断线不回航 今天就跟着生老爷的脚步 回到山海驻驻群 呱呱呱呱呱的海东 寻找太平洋里的拉绿技术 和最高来面的深海同模 让你看看太平洋的黑潮战神 进了吗 可以啦 可以啦 金类的鱼头包 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 抵抗已上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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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夕 露出我了 抵抗 少岸了 再羅现在 出的 出的 出了 有啦!這樣拋得很便宜 有啦! 真的有啦! 有啦!這樣拋物有啦! 有啦! 沒有! 紅棗啊! 你...你...在這裡拍人 拍人,拍人在幹嘛 你拍跨就像過一樣 拍的 他一直跑變色的耶 哦 今年盛夏 老友我即將開拔子 開馬里 丟臉啊 老爺 你還要破壞 挑戰第一次放長屑夜吊 我們被女兒太闖了吧 暗巡在漆黑的夜幕之下 出陰艙的前面去外修 一路長途發射 想到我們屏東的天氣這麼好 今天真的是放長縣的好天氣 說到這個放長縣 我們內府一個小小的地方 想不到有一個風雲人物 我叫老鄉 我怎麼覺得很久很久了 這次我就是要改了 來到我們台東 要一個海岸線去試試看 這次就要接種他的專長 聽說他現在這種堅強 兵強馬壯 好 好好表現 好 上路了 內部放長縣隊 已經曾經大概有15年的歷史 每位釣魚都擁有超過10年的釣理 各個釣魚經驗十足 神經讚 大魚的紀錄更是拖到讓我眼睛都花啦 老一我這次就算千里迢迢南下 也要把他們給找出來 My friend Let's go 嗨 大家好 嗨 嗨 誰不批是誰 嗨 我叫 好 欣慰 這個就是我們內部長縣隊的 對 好 欣慰 久仰大名 對 我這次來 最主要是要看看你的那個 你那些寶貝 聽說你的那個船 一出去回來 都是這樣 帶了一群一噸 的那個大魚回來 對嗎 每一隻都是 都是那個 那個戰績顯赫 對 嗨 看到 現在來那個夜賓就對了 好像這個比較小 好像比較大 那個就是以前 航空母艦 航空母艦 這算第一代 第一代的 第一代 最大型的 最大型的 對 因為在 在釣 在抓蟬的時候 很辛苦 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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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讓比較大的時候 不好放 然後才改 變 比較小一點 對 比較輕鬆 釣魚就是去休閒 對 對 十幾歲就開始釣 淡水了 傳到 35歲 因為淡水的雲呢 沒有像 海水一樣 很多種 根本沒有看過 挑戰比較 有挑戰性的 所以才會 再改掉 釣海釣 有了這群高速的幫忙 這一次挑戰大魚的任務 一定是 no problem 我們給你們看看 旺產縣最重要的機器 就是這些 遙控船 燒的它 就像吃飯 沒有筷子 喝湯尿 湯匙一樣 這裡 沒燒船 可都是我們老鄉 親手打造的喔 不簡單 不簡單 現在第一個步驟就是 咬的玻璃纖維膠 好好的時候 加一個硬化劑 調好玻璃纖維膠 把 你裁剪好的那個 纖維布 放在你的模具上 兩邊的大小邊 用好 用好的就 塗膠 一個模具 要三層 玻璃纖維 剛才做的部分 是船頭的部分 一隻船做起來 它有五個模具 前 中 後 還有放耳箱 現在我們把電池 放下去了 它只有一個插頭 就是 防呆的 它插進去了 都不會掉出來 船在搖放它 不會掉 老鄉說 製作遙控船 除了要保持船身的平衡 而且不進水之外 內部的運作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結果長時間做掉 所累積的經驗 老鄉現在 對於製作遙控船的麥克 已經非常有心得了 陳哥拜託你一件事 有什麼事 你說 你去鎮鎮 幫我找一個阿姨 你幫我 把那些什麼拿到瓦 去那邊做 去那邊做 為了挑戰 為了挑戰向內部長線隊 紀錄的大魚 老爺我從內部 已經到了東塔 找出養殖濕木魚兒的專家 阿豬寺亞 養殖經驗非常豐富的牠 把每一條小濕木魚 都照顧得非常健康呢 噢 狗魚 真正的 你看我一塊一塊 這麼大片 噢 你看魚 你這樣跳好 好快樂喔 來用這個做魚這樣就對了 阿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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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喔 阿豬了 阿豬了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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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會 宅長跟我們介紹 我去這裡 哎唷 不知道 我們店長和杰哥都跟你解釋 沒有 因為我來這裡說 才有那個瓦魚差不多 你這樣用桌嗎 在桌 在桌 我不用你自己擦 超過 吃百斤 好啦 開玩笑啦 幾十月就好啦 這樣喔 好 這樣 要怎麼捏 阿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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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換裝 換裝 什麼重要的任務啊 一定要我親身出馬 老友封城普普 南下 椅子都還沒有給他做熱 馬上就要開戰了 人客啊 現在就來看看阿豬家的薩仔魚 有什麼厲害的地方 我來做你的那個 漁工 我來做你的那個 我來做你的那個 漁工 我來這邊 我先來這邊 好 這邊 我先來人家下去 人家下去 人家下去嗎 不是說人家下去 人家下去 人家下去 你這樣下去 你這樣下去 什麼下去 什麼下去 你再下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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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裡下去 慈木魚 能適應各種不同 嚴度的奇奇怪環境 從河中的淡水 到河口紅樹林區 西湖以及海洋中的沙子地形 或是珊瑚礁區的環境 就有它的種基 往常鮮的目標魚 通常呢 以回遊性 或是底漆性的大魚為主 而施物魚 河口 則是它們的主要施物來源 有的阿豬家 這意味為健康的必殺兒 深海底下的聚物 你們就等著被我守到勤來吧 啊 走開 深海底下的聚物 哈哈哈哈 我真的要說海啊海啊 哈哈 哈哈 怕不 再壓了啊 都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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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 有啊 一定有啊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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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抱歉啊 我就是新鎖了 我才撒阿豬 第一張獎斑 啊 啊 啊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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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阿豬街啊 市的沙馬仔 沙馬仔 沙馬魚做雞 一定很快樂 沙馬魚雖然曾經為台灣 創造了不少的經濟奇蹟 但是 隨著近年來 魚苗主義技術的外移 激烈的市場道向競爭 養殖漁業呢 也有相同的問題 看到阿豬街啊 這麼努力守護著每一條小魚 我們不該只有看到豐收時的喜樂 對於強調根流台灣 幾數不外流的業者 也該給予最大的鼓勵 帶著阿豬街啊的畢莎爾 老爺我來到了我的故鄉 泰馬里 這裡不但有得天多厚的海岸風光 我曾經在這裡呢 釣過大石雕耶 嘿嘿 老爺啊 我們台東 絕對不會讓你們失望的耶 來吧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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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可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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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喔齁 大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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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不好意思 這樣跟我先討好 喔 沒有人 這不只是大魚 這只要怎麼打掌 我這樣幾年 你肚子才把我們打掌 喔 喔 妳奶布 妳奶布這個 這台本來喔 真的好像秋風掃漏 那種 好 出妳的喔 好 好 你們兩個 喔 喔 妳是我們太馬力了喔 是香蘭的那種紅色 那種 有夠夠 有啦 那這就有什麼東西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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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想到阿豬節的小虱目魚 這麼有魅力 看這五條大魚 五花八門 什麼種類都有 這裡的釣況實在是讓人非常的期待 很厲害 小巨蜜大風 想不到我們這個 小巨蜜 你 這湯就交代給妳了 我們這湯會用這裡 好 我們這 這 這裡建山的塔子 好 過金吧 去山就這麼好媽 來 紀錄不斷的往上推 好不好 好 好 老江這群高頭 實在是多簡單 像這樣的大物奇突的情形 一定會引起全國吊解的轟動 來喔 一定要來了解一下 他們是用什麼方法 和這些隱藏在深海裡的巨物們活動 憲哥 我們現在開始要糕了 魚啊 好 這個 這個魚 哇 這麼對 太對了 太對了 這樣不太對 應該有活力 你看看 抓不上了 我們是用網子撈的 哎呦 想要引出深海裡的巨物 保持魚兒的活性是非常重要的 而內部長線隊在鉤我的撇步 就是把魚鉤藏在虱目魚的背部 讓它在水面下還能夠自然的游動 引起大魚攻擊的慾望 幫我出旁 Let's go 嗚呼 可以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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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老當力 這樣就這樣 好 放長線 是一項需要大家同心協力 才能夠完成的釣魚活動 控制遙控船 和放鵝的人 都需要一定的默契 才能在流水到的黃金時刻 把鵝送到大魚的棋棋地 不過隨著目標魚的不同 放鵝的距離 也會跟著調整喔 放長線時如何選擇放鵝的位置 在泰瑪尼放長線 白天主要的目標魚為回遊性的魚類 而台東海域的黑潮較圓 所以必須放到400到600公尺圓 才能抵達回遊性魚種的湧城 而泰瑪尼海域月晚舊兒的魚種 只要以石斑昂舟為主 所以如果流水的時間 比較靠近晚上 放鵝的位置 就會在200到300公尺圓 這三門出去 馬上我們紀錄魚就上來了 看著內部長線隊的大魚紀錄 老幼兒很想親身體會一下 看大魚搏鬥的滋味 現在魚兒都已經送到大魚的棋棋地 我們也可以準備來等好消息咯 大家你看看 這到底想撿 你看這樣 水落到這樣 你看然後到外面那邊有沒有 搞兩個顏色 一個是左的 然後那邊是 很藍的很藍的 這樣一條線這樣 然後就要看老爺 那這到底是怎麼變化 老鄉 喂 喂 喂 你看現在這個情形 這到底是怎麼樣一回事啊 你看那個 變成兩條線有沒有 這正面這樣 滑好滑滑滑的那邊 還這樣 哪哪哪 這可能是三個坡有沒有 三點有滑滑啦 哦 山上有下魚 對對對 我們榜的 那個魚是在裡面的 左左還是外面 對 對 這種滑水吼 我當時要滑上層 蛤 上層 上層是 左的 那底下是輕的 對對對 那教練的意思是說 那現在鞋子還輕的 所以我如果在這裡 撲平底也OK 對對對 我是說我剛才想要說 撲一個比較平底 看著這個樓 哇 頭髮 啊這個其實是左的 對底氣性而已 沒有意義啊 沒有意義 趁著等待大魚的空檔 老爺我呢 當然也要去看一個街市 好好大閒伸手一下 老爺啊 你不要看 鳥無點啊 台東可是我的地盤耶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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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有了 大閒伸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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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大閒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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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欸 轉線了 轉線了 你叫他 你撞到嗎 對 他現在已經 我看已經差不多了 突然斷線了 你快線 你浪打 來 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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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辛苦 你願意 現在什麼時候沒留了 現在太細了 太細了 不會吧 那麼出的線都斷了 這太平洋的K潮戰神 真的是不好惹 要請他出海 想必一定要用真正的大餐 先餵飽他才行 在地魚要吃在地的味 既然還沒有消息 那我們就去 歹東的在地 漁港 寬一下好料 這就是我來 古鄉台東 這盒 以前是加入南港 看我現在魚市場 也差不多快 快大洋了 我們來的時間 可能有更多人 沒關係 現在還有 一些魚還沒買出 好 如果要了解我們 東部海域 現在出生什麼魚 來這裡 跟他探訪就知道了 OK Let's go 烏港漁港早期救命 會加入南港 會在台東的市郊 北南溪出海口 因為每天都有新鮮的漁船回港 所以呢 如果要找在地的必殺兒 來到這裡 一定是沒錯的囉 小心 我一天 多多多公斤 2月 我覺得4公斤 2月 4公斤 440 16 我一分2千塊 不知道 一顆一千 不知道 這非 白湊 你不要 蟑昏啊 蟑昏啦 蟑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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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說蟑昏 你們說蟑昏 這個好像有了 你只是抓抓的時候 就是你抓的 喔喔喔 這個拉 你看我們在這面 我這樣才會不用 我這樣 我這裡也有 你抓到我們 都不痛 我們如果要做魚 什麼魚比較好 做對 在哪裡 在哪裡 在這裡 在這裡 這個要放長線用這個魚 這就有太小 這個是我們的 這個做成體釣的 喔 這魚好細 對啦 這個是什麼 這個啦 洪偉甄 喔 你贏了嗎 洪偉甄 洪偉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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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漂亮耶 沒想到我們台東有這麼漂亮的寶貝喔 有有有有有有 我沒中火你沒中過嗎 我沒中過 好 還給我看 我是說我要來飛機啦 飛機喔 飛機喔 你那個那個我上等的 要去擋擋住啊 我又買了一條這個 這個我們這個洪偉甄喔 洪偉甄喔 洪偉甄啊 洪偉甄啦 那是說喔 如果那個過翁 我我也要跟你結婦了 OK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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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天你看看 我們東部還有一種 有多豐富啊 除了飛魚之外 老爷我又多认识了很多没有看过的鱼种 今天跑这一趟实在是大丰收啦 赶快带这些喝了回去试试 每次回来台东的有一个地方 我一定要去拜访 甚至算去跟一个人请 那个人是谁呢 待会跟你介绍一下 来来来 你知道我常在书这一家 水球的台东最好 我大家都在找出国的就在这里 我都没有 哦 闭闭闭哦 哦 全国借 啊我又回来 这次我回来就是要放长剑 我就跟内部长剑队的老乡 在香兰那里 香兰最近要放怎么样 要放卤料还不错 现在卤料就很好 如果要去放长剑最近就会不错 現在我們就想說要找一些不一樣的鵝 我是說要像我倒鐵爐 所以要倒鐵爐 不知道倒鐵爐我們現在都可以去回家 倒鐵爐 倒鐵爐一般都會丟什麼 倒鐵爐一般我們就丟到鵝鵝鵝 這樣說的鬆鵝 這就是鬆鵝 這目前那算是中性的 大型的我想到會不會三十幾斤 三十幾斤 哈哈實在是 唉好了我就知道想要釣大魚 來找鵝鵝鵝一定是no problem 有了鵝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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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鵝� 一般我們在東海岸都是用18尺的 就530的 比較剛好 這個吊阻的優點跟特色 這樣就一目了然 你看 在我們母線到手氣線這裡 剛好一段距離 可以讓它的吊阻滑動 它不但滑動 然後這個浮球 還可以把我們的吊阻 不至於這樣一直沉到底下 貼地的話就有很多螃蟹 它會把我們的鵝 把它咬爛咬碎 變成說我們的魚 腳要來咬的時候 就差不多沒有了 加了這個浮球 它真的可以在那個 腿裡面活動 這個有一個特色 它是說這個 這浮球 也可以活動自動 去看牛的狀況 如果流浮球的話 我們就浮球往後移 然後讓我們再釣櫥 這樣 如果浮球比較慢 就往中間移一下 讓它自然就這樣 如何利用浮球釣櫥做釣 浮球釣櫥 就是將一般的直線竹 以八字環分為兩段 下面一段一尺氣線連接千錘 用於是預防千錘卡進膠石的時候 確保線竹還能夠完整收回 而三波步則是以八字環連接魚鉤部分 中間穿入浮球 讓釣櫥入海之後 魚鉤部分因為浮力不能下垂 於而呢 就不會被底漆心的蝦蟹給咬爛爛爛的 有了這組神兵力氣 接下來就看我如何在台馬力海域展開人魚大戰 乘著打沉底的空檔 我來看一面好料的招待你爐 阿丘拜不 我呢 當主持人主持這個節目 然後呢 還要煎這個中泡塞 我就在這裡算我的故鄉我的地方 Where is this place? 台東 台東 is your what? My home HOME town My hometown Yes 所以說來者是客 今天你們大老爺從西部來到我們台東 那我要好好盡地主之理 所以說 我就幫你們烤這個香腸 不過呢 今天這個那個木材 是那個Simon去搬的 掌聲給他鼓勵 這香腸不但由我神大廚精心料理 還有我們老鄉家特製的普特風味 香腸一邊等於一邊享受美味 My moment 好 好 各位鳳鴻長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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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家總鳳鴻來這邊 這邊那個烤肉 釣魚 那釣子怎麼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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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樣子好 我在那邊 對 好 沒有 有用餐子啦 那你們家就說怎麼好 你們家有什麼秀 就是你縣組可能要改一下 然後現在這個齁 我們這縣組這個全部換釣 目前我們這邊的流水比較亂 但是釣組這個可能也太長 重綁一下會比較好 重綁一下 現在是要釣遠還是釣近的 現在我們這邊最近人家釣浪後面就會有 原來現在準備了浮球釣足適合拋投到比較遠的海域 而今天浪角呢就有魚了 所以阿傑幫我把縣組改短 試試看能不能調整這裡栽域的蜂 基本上第一個浪花小魚比較多 小魚比較多 就一兩斤那邊都 一兩斤那邊都 一兩斤那邊都 一兩斤那邊小魚喔 對啊我目前就針對這樣魚的釣 你就是用鷹腳的浪花就對了 對對對 一樣是用蝦 還有浪花蟹 浪花蟹 浪花蟹也是很強喔 對對對 因為鷹腳都是那個 沙子嘛 沙子就有很多那個浪花蟹 那它的浪花的主持來演就是這個 如果要釣好魚你就要讓他在這裡 好 先回 你到這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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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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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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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我們這位長友 你千萬要保住 我們台馬里的魚 可是很兇的喔 不要讓它給跑掉啦 出現了 還出現了 現在在出現 這個魚還滿大的 還出現了 感覺怎麼樣 現在還在出現 看起來這條大魚活力十足 平到現在還在出現 要到處 我現在開始要緊張起來了 他現在還在出現 還在出現了 小心喔 倒出倒出 平了 有 你看看 我們台馬里隔壁 這 黑影腳就有大魚 還會出現了 來 你看像那個 浪花蟹有沒有 那道菜都很強 越跑越遠 好 嗚呼 天啊 天啊 吊到什麼大魚啦 不算 不算啊 你的最愛喔 你的最愛喔 你的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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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斷掉什麼東西而已 喔 你的竿子也是喔 有做過傷喔 有骨夠大魚喔 是浴房啦 浴房 這是骨牆就對了 對 你有沒有在這裡跟那個 大魚交手過 是而已 什麼時候 都是動輸了 因為太大隻了 太大隻了 這一次 不要讓他那個 炒掉喔 看你的人生的紀錄比喔 OK 真的 不一樣喔 這個拉力喔 是怎麼彈來 他有這種 這種畫面耶 對 你看在地 小心耶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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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魚沒有力了 沒有力了喔 沒有力了喔 準備要直接魚了 他在旁邊的話 要先找一次 誠誠啦 我們要小心一點喔 你沒有後部 最少要拍到魚喔 好 差點起來喔 快啦快啦 安邊了 要安邊了 安邊了啦 很期待喔 會不會是牛角 來 比較爽快 喵 招魚 要吃咖啡就不要釣 阿姐你小心一點喔 阿姐 後面是大航阿 想要請出我們台巴黎的大魚 就看這一顆啦 這位釣友撐著魚兒 現在快要沒力了 趕快將牠挺上來吧 大魚 大魚 好可怕 很厲害了 還要看 還會跳耶 還會跳 都很強耶 我牙齒都不打過耶 捱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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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一點 不要讓他跑掉 捱咬 捱咬 來了來了 趕快趕快 不要跑掉 不要跑掉 撞掉 撞掉 來吧 來 你看看 他在吊小的吊 對 今天就是沒有遇到 會找到這麼大的 你在吊窩子 怎麼會 你吊到牛角 這是說你的牛角 對 這個鵝是什麼鵝燥嗎 倒退爐 浪窩蟹啊 Oh my God 浪窩蟹 浪窩蟹竟然可以 吊到我們的大牛角 唉唷 一山大士班 一山大牛角 Oh my God 你們江蘭的 江蘭的太厲害 太猛了吧 看起來不可小看 看這個浪花蟹呢 阿傑他們不但利用它 釣到空魚 現在連瓜瓜 也出來和大家說Hello 實在是有夠強的 在地的釣魚 趕快 帶我去挖浪花蟹 我要釣一條 你不要 一定要學 一定要學 OK Let's go 為了找出更多 台巴黎海域的深海紀錄 我和阿傑 尋找在地的釣魚 浪花蟹 現在還會用自製的工具 來節省等待的時間 走喔 來去看一看 你們那個浪花蟹都怎麼抓 我們有做一個工具 中文在抓浪花蟹的工具 所以說我們鄉蘭傳統在抓浪花蟹的工具 中文在抓的工具 中文在抓的工具 這樣做 阿傑他們抓浪花蟹的秘訣 就是利用鐵絲 把秋刀魚這些便宜 又腥味重的海鮮給固定住 甚至潮間帶著潮水 將腥味帶出去 吸引他挖蟹前來秘食 等待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就能夠找到 這個超級可愛的必殺鵝啦 一隻小寶貝 這個釣魚剛剛好 這樣爬很多會把它挖動 因為它很像石頭 對 你看它像石頭一樣有沒有 對對對 你看 我在這邊你還看不到你看 哎呦 你沒力 咱們沒抓到 它是一個寶物色 哦有有有 它都是 它都 它在肉旁邊 都在肉旁邊 它會抓住那個肉慢慢吸 哦 更吸的就對了 對 其實在浪花可以拍達到的沙灘 並且有浪花的力量順勢上岸 因此火源蟹線又被命名為浪花蟹 加上它有倒退爬行的曲線 所以它有倒退爐的封號 冷靜啊 你看看這可愛的小傢伙 它可是我要釣大魚的必殺鵝 好不容易在浪花中把它可以找出來 趕緊拿來去戰看看 我們的浪花蟹實在是太強了 人家你看看這條魚赤兒完全沒有再客氣的 不過我大甲西戰神也不是閃油的燈 姐弟跟你奮爭到底啊 牛港啦 耶 它吃浪花蟹啦 真的 好可愛 未來的大牛港 所以說我們那個鵝啦 蝦肉也好啦 然後我們那個其他一些鵝料都可以 浪花蟹最好 你看這是牛港 喂 中了喔 向旁邊回家囉 不愧是台灣的後花園 藉由這趟任務 老友我再回味一次 我們東部海域的生命力 實在是愛迷人啦 算算時間 老鄉那邊也差不多開始準備啦 趕緊來看看 這邊來看好的我們的貴蝦 喔 貴蝦 這個貴蝦呢 首先喔 要把牠的翅膀撿掉 這掉的用意是什麼 因為牠太大 你叫牛家當紀念品 當扇子 是 太大魚喔 牠打開來也會怕 牠不會被那個翅膀擋住 然後等一下勾進去的時候 翅膀擋住的話 牠咬不到魚空間 可以啊 我們晚上都比較希望用的耳 就是牠會亮 會亮 會亮 月亮的話也會亮 對 哇 所以說這條很棒喔 人家有聽到嗎 最近告訴我 每一步都是隱藏的小秘訣喔 去除飛魚的翅膀 除了可以避免驚嚇到魚群 也可以避免飛魚在水中翻轉 增加魚油的自然度 和釣魚的學問 有沒有海鯊 真的是魅魅格格携不完耶 現在我們就這樣放出一天 三句要來三週那天 對看 inspection時間這個黃金石刻 我們來掌握住就對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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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每到天色昏暗的夜晚 海上唯一的灯光就是来自于放长线放尔的遥控船 或者在视线不明的海上让遥控船抵达正确的位置 老乡将遥控船设计成红柏两种亮光 提高控船人的辨识度 也让鱼儿精准地抵达大鱼的家门口 将鱼儿都放到目的地以后 老爷我留下来和内补长线队 继续在下半夜守候等待大鱼上门的好消息 旁边传来的阵阵香味告知我 我们长线队的火房已经开始忙碌了 哇光是看桌上的彩色 老爷我的肚子就咕嚕咕嚕在抗议了 不过看到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都积极在这里 同心协力完成一件事的画面 实在是真是感动了 你在内补长线队多久了 多久了 一年了 一年了 哇你算新人喔 你现在是我们香哥重点栽培的继承人喔 哈哈哈哈 那你在我们内补长线队是负责什么工作 放船啊 哦你算放船手 哦难怪你知道看 如果扛船扛的 听说你那个放船的速度很快 平均这样放船一次多久时间 你有没有算 不用几秒啦 不用几秒喔 哇这种效力的 难怪练武长线队 真的是有关三千 我叫阿兴 我是放船县里面的中后山 我的乐趣就是煮饭 大家喜欢吃我的煮的饭 大家吃得开心我也开心 谢谢 看到内部放船县大军 在每一次的调游中 一起创造挑战大物的记录 一起分享等于的欢乐时光 老乡说 他是内部船县队的第二代 而第三代呢 有阿安和阿兴在酝酿中 相信这次的任务 我们内部战将们一定也可以 火力全开重炮轰击黑水沟 一辆飞下去 一辆飞 möchte 我都被利人太长了吧 感受到ий 加油 看一辆飞 게임 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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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很遠 現在我們放得到 沒有想到這一次的魚幸 竟然是讓我們新生代的勝利軍拔得頭走 你們要小心 千萬不要再斷線隱瞞 你看 好難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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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天啊 好難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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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田不惡苦心人 我們滿城的等待 也總算有了甜美的收穫 人家啊 你看看這個可愛的小石斑 可是我們勝利軍 辛苦得來的戰果 實在是不簡單 在放長線喔 算丟水要算得很精準 對… 像你看 那天晚上這個樓 藏著要來的 你們算得很重 那那個時間 你看 你剛才看 那時間不用浪費 對 雞毛的對不對 雞毛的 可以休息一下 對啊 我們就是要爭取那個 會綜藝的黃金時刻 所以說就是要藏起 那個經驗的累積 對… 經過了一夜的征戰 我看到內部長線隊 對於釣魚經驗的傳承 以及同心協力 完成任務的合作精神 以及把我們 東部海岸線的美麗 和海洋的生命力 傳播出去 來我心裡有著 無限的滿足 以及感動 像這樣將小魚放生的 局所之勞 以及使用釣場之後的清潔 都是很有意義的事情 我們這次 我跟內部長線隊 畫面所呈現的 就是我們台東的 好山好水好釣場 我們大家 我們這個台東魚多不多 多 多 大不大 大 那我們內部長線隊 大不大 大 工業化革命之後 因為人們過度的需求 造成溫室效應 愈來愈嚴重 但是 人們卻忘記了 保護環境的重要 因此地球不斷暖化 溫度不斷上升 根據統計 過去百年以來 地球溫度上升了 約0.7度 而台灣更是上升了 0.8度 南北基冰城融化 結果造成海平面上升 更是讓 擁有地球三分之一 人口居住的各地沿海地區 陷入了淹沒的危機之中 所以 近年來環保意識高漲 人們開始知道 愛護環境 節約能源 不該只是個口號 更是你我該落實在 生活中的行動 當你我沉浸在釣魚的樂趣之中 享受大自然的悠閒時 可別忘了環境是大家共同擁有的 一同保護這美好的環境 可是任任有責喔 我看見過的酒館喔 吃的也是舒服 哼哼 我這麼不省耶 這看媽媽在哉 唉唷真的耶 我陪這條肝 獨自走到不了 走開山 欸 喔 死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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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快點 啊 呼呼 我這一輩子 掉到最大的滷魚了 Oh my God 快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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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